請你幫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止痛藥不夠力 配咖啡最有效 在提醒很多人覺得說不好 我就再塞第二顆下去 我是建議不要這樣子 止痛藥再加另外一種止痛藥 我覺得應該是 止痛藥再加另外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可以止痛藥 加一點咖啡 這或許也是有效的 感冒可以不吃藥 咳嗽也可以不用止咳 而且你吃藥 你覺得要吃那種全消息 所以吃下去 我跟你講 像我兩三天前就不舒服 我吃了一顆之後 哇 希望說我吃藥 可以本來感冒個五天 變成兩天三天 這個不大可能 在國外 感冒甚至可以不用吃藥的 你只要多喝開水 多休息 你的感冒就會好了 我再最後再提醒一個 咳嗽不是一定就要給它止咳 感冒季節不用怕 當季蔬菜來救你 你想像冬天容易感冒季節 冬天盛藥 其實是一個很好 消炎的一個很有效的食物 是 就用那個來配貨溫熱的看法 對…喝一點… 就是當成 緩解喉嚨的痛藥 醃的時候拿一罐來 OK… 500 500 太陽生了 發炎總痛是警訊 亂吃藥 小心釀大病 預防兼治療 該怎麼吃 別緊張 今天馬上告訴你 她的身體上上下下 除了頭髮跟指甲不會痛 其他好像任何地方 我們都曾經痛過 是不是 好像是耶 對啊 而且像你們女人來講 痛的東西更多啦 你說生理期也會痛對不對 對不對 更辛苦的一點點啦 所以今天我們幫大家 把很多大一般生活居家的 很多這種痛的 或是家裡準備的一些 該吃的 該怎麼弄的東西 把它整理了一下 好啊 來 我們要請大家 開始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第一道題目 好 指痛指錯 可能變大病 包括了第一個 因為壓力大 睡眠不足引發的頭痛 可以吃什麼來緩解呢 第一個是咖啡 第二是巧克力 第三是蛋糕 一 二 三 通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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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咖啡 一定咖啡 因為其實 我頭痛很久了 我幾乎頭痛幾十年了 然後我以前的頭痛 因為我吃頭痛藥 真的吃得很兇 就我已經聽過很多人跟我講說 其實你頭痛的時候呢 喝一點咖啡有幫助 因為它可以 應該是咖啡 而且是黑咖啡 黑咖啡 皓然也是這麼認為 我覺得是黑咖啡 那巧克力的話 如果說你是非常純的黑巧克力 我覺得應該也有這樣的功能 蛋糕純粹就是 是個人貪吃 所以它是不可能那個的 所以你們把指標 在在都指向了蘋果 蘋果選蛋糕 對 我就選蛋糕耶 因為我記得吃甜食 不是會讓人心情很好嗎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的壓力就解除了嘛 嗯 而且因為蛋糕通常都會有奶油啊 然後就是你吃起來 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好像就不會那麼頭痛 也是對的 對不對 對 君燦你會頭痛嗎 我有時候會頭痛 但是我為什麼會選巧克力 是因為我本身是用刪去法 因為我不喜歡太苦的東西 咖啡太苦 然後蛋糕又太甜 所以我就選擇巧克力 就是中和的東西 因為我想至少要吃 讓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能頭痛就會很痠 你的角度跟Apple比較雷同對不對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 會讓自己開心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三個東西其實都 都蠻有原因的 正確的答案是咖啡 咖啡 我要解釋一下 我必吃良衣 其實有經常頭痛的 你去看那個神經內科門診 幾乎都會告訴你可以喝咖啡 因為咖啡的確是 它有幾個功能 為什麼會幫助我們 緩解我們的頭痛 第一個是它會血管收縮 我們很多的偏頭痛 事實上是血管擴張造成的 那收縮的話 就會頭痛就會緩解 第二個是剛講 它有在緩解我們的神經緊張 紓壓的效果 所以這個也是 包括很多的製成那種止痛藥 裡面都會加咖啡因 但是我要提醒的 還是有淡酥的 咖啡也會誘發頭痛 幾種 一個是你過量 我們一邊 其實一天的那個咖啡因 最好不要超過250毫克 大概一般的黑咖啡 大概最多一天兩杯 那我覺得但一個 我剛講說一個是過量 會造成頭痛 反而造成頭痛 第二個叫做 然後戒斷 你會發現你已經吃得很大量了 那你突然一天不喝 那時候也會誘發頭痛 那第三個是 咖啡造成失眠 那失眠誘發頭痛 所以它雖然是一個 可以緩解我們頭痛的 但是還是要小心它的那個量 第二個我們大家 大家一定覺得很疑問 為什麼 巧克力市場 對 也有咖啡因 為什麼不行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 突襲的產品 很容易誘發頭痛 什麼叫突襲 一個是巧克力的 一個叫起司 巧克力跟起司 其實含有一個叫 弱胺酸的成分 那這個在某一些體質的人 包括你如果吃巧克力 吃起司再喝個紅酒 很容易會把我們那個腎上腺素 給誘發出來 那造成血壓過高 誘發頭痛 你說喝紅酒配起司 紅酒起司 巧克力 這個叫做 弱胺酸 因為它成分有一個叫做 弱胺酸的成分 可是那是絕配耶 絕配 對 但是有些人吃了就會頭痛 以為只是喝酒頭痛 不是 對 可能是這樣加起來 其實酒精類也會把血管擴張 所以這個弱胺酸再加進去 這個會更嚴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喝 半夜三點痛到醒 沒辦法睡覺 是因為這樣子啊 是 我是建議 假設你有吃任何食物 會誘發頭痛 就把它停掉 這常常跟體質有關係 是 沒錯 那蛋糕行不行 蛋糕事實上 會把我們的血糖 拉上來 心情會比較愉快一些 可是對於頭痛 有沒有那麼直接的幫助 如果是那種 譬如說有人減肥 造成血糖偏低的頭痛 這種吃蛋糕 哇 效果超好的 可是一般的 如果我們想說很多 其他類型的頭痛 蛋糕可能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那黃醫師 那這樣還有什麼食物 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來緩解頭痛 這邊 製作了一個 止頭痛一整天的餐飲 這麼厲害 跟你這樣吃就很痛 對 這個是很痛的 很重要的 我先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失眠壓力會頭痛 其實我簡單的講 頭痛其實不是那種很外科型 什麼中風那一類的頭痛 大概有三種就是 百分之都是前面兩種 一個叫壓力型的頭痛 壓力型的頭痛 你怎麼想像 就把它想像成那個唐三藏 唸那個緊箍咒的時候 孫如空整個人 不管他在什麼調皮搗蛋 他都要投降 我們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肩頸會非常緊繃 那緊繃之後 它那邊有整個筋膜 會沿著你的頭皮 就彷彿有 你把你的頭皮拉住 整個就會壓力型頭痛 就會誘發出來 第二種叫偏頭痛 大部分都跟體質相關 那第三種的叫蟲聚型頭痛 或是說蟲髮型頭痛 這一類的大部分 都是跟過敏相關 那不管怎麼樣 當然很多人就想 我反正不管 我就是塞一顆止痛藥 但是有些人很擔心止痛藥的副作用 所以我就今天就建議大家 如果我們用食物 可以舒緩這三類型的頭痛 早餐可以吃杏仁跟燕麥片 因為杏仁它有很多的維生素 V2跟E 但我們知道這些 對於一些 我們剛剛講的那三者 其實大部分都跟壓力 等等這一類有關的 這個就可以舒緩我們的一些壓力 那還有燕麥片 燕麥片跟它在文獻上 告訴我們說會 那個叫血清素 會大腦子有一個叫血清素 它是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那這個燕麥片 可以增加我們的血清素 順便降低桿物質 對 然後下午茶 我們再來吃個火雞肉加乳筍沙拉 那火雞肉裡面 有一個叫色胺酸類的 也可以緩解這一類的頭痛 然後乳筍裡面有一個 跟那個我們講說一個叫葉酸 葉酸濃度低的時候 也容易誘發頭痛 這個葉酸是有幫助的 然後那個晚餐 我們可以加一個叫菠菜加地瓜 菠菜我們想很多的礦物質 尤其是鎂或鈣的缺乏 會誘發我們這些頭痛 所以菠菜有含有鎂跟鈣 這類的礦物質 那地瓜類的是 包括一些纖維素 還有貝塔胡蘿蔔素 這個也可以緩解我們的頭痛 所以大概是這三個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飲料呢 配咖啡 或者是中醫是不是有辦法 可以緩解一下頭痛 其實中醫認為 頭是一定會痛的 為什麼 因為人體十二條經絡 以及我們的旗筋八脉 都會經過頭部 而且我們的六條陽筋 都是跟頭部互相有一個 像我們一樣的交連 那頭部就是一個 捷運的轉運站 對 很大的轉運站 而且任督二脈 還在百會穴這樣子交會 你就想想看 所以你只要身體 你即使是手痛或是腳痛 它會牽連到頭部 所以我們大概會先看 經絡的走向 比方說後側 我們太陽膀胱筋的頭痛 或是側面 就剛剛講少陽膽筋 可能跟睡眠相關 或前側額頭這邊的 其實是跟我們的腸胃有關係 剛剛講說 我們分成經絡來講 如果是後側 尤其是肩頸僵硬 這種太陽筋的頭痛 其實大部分就是感冒 或是有時候你頭髮沒吹乾 然後吹到風 它的痛大概都是 在我們脖子的位置 這個時候我們中醫 常常用這個桂枝這個藥材 桂枝這個藥材 它其實就是走上頭部的經絡 它可以把我們的 氣全部倒到上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煮雞湯 加一點點桂枝 或者是肉桂下去 可以緩解這種 因為風寒引起的頭痛 這孩子多吃也不錯 平常就可以當成藥膳 它的專注力就會比較強 對不對 就提高大腦的含養量 考試成績好了 現在長也不會頭痛對不對 視點看得比較遠一點 真是百用 好 再來就陽明睛的頭痛 陽明睛之前都有介紹過 它其實就是從我們這個眼睛下面 一直往下走到位 走到腳 所以其實如果這個地方 它疏通的經絡不夠通常 它就會積在我們的頭面部 就是額頭這個鼻子的位置 所以這邊常常就是說 你可能暴飲暴食 腸胃脹氣消化不良 所以它就氣下不去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吃一些 比較消化的 像川蟲這種東西 平常大家常常用 因為川蟲茶條散 在中藥裡面是很有名 一個解頭痛的藥方 裡面還有茶葉 茶葉裡面的咖啡 跟洪醫師剛剛講的 這個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平常這樣 川蟲我們在煮這個魚湯的時候 增加膠原蛋白 然後補這個川蟲 可以活絡我們這個陽明睛的 不通常 那這個邵陽睛 一般就是我們側邊 尤其是這種偏頭痛 什麼病 病 閃閃 閃閃 這種的 對 這種側邊的邵陽睛 膽睛的頭痛 一般都是熬夜 前天睡不好 然後隔天頭很痛 偏頭痛的這一種 我們通常是用葛羹 來煮一些排骨湯 它吃起來跟上 要排骨湯的味道很像 而且可以有效 就是預防 以及治療我們頭痛的現象 再來測一個 所謂絕陰睛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內臟器官引起的 像心 肝 肺 引起 像肝 肝 火 旺啊 或者是情緒的壓力引起 它是腦裡面覺得刺痛 悶痛 脹痛這種感覺的話 一般我們就是會用 比較高貴的這個 添麻這個藥材 來疏通我們腦裡面的血管 這樣添麻啦 加上這個蝦子 可以有效緩解這種 腦裡面引起的頭痛 但是這一些中藥材 我可不可以不要煮這些食材 我如果說我純粹把它煮成水 或泡水來喝可以嗎 可以的 比方說我們單喝 如果你真的是 整個頭常常帶痛 那就麻煩穿蟲 加上桂枝 葛根 再來個添麻 當成茶飲 全部加一起 對 也是可以的 四味啊 四味 因為就是 這味道可以嗎 因為你有前面的頭痛 後面的頭痛 裡面也痛啊 外面也痛 太麻煩了 有時候自己分了 就全部加在一起 各一錢 然後煮水喝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最好了 那這樣最好了 比較方便 但是我覺得我們一般好像 只要有一點頭痛 我們都會先忍對不對 對 柔安 你會忍到什麼程度 到很嚴重才會 我一定會忍 因為我覺得一通忙吃藥 這太不爭氣了 因為我其實太容易頭痛 你在比什麼呢 你在比七長 因為這 因為我頭痛頻率太長了 可是而且很奇怪 我的頭痛幾乎都是白天發作 很少到晚上 啊 呸 呸 呸 然後開始頭痛 可是幾乎都是白天 我在想說 這是不是跟天氣有關 然後我只要一發作 我就會忍 可是我會忍到不行的時候 他就會想吐 然後後來要去急診 哇 要去打點滴 要去止吐 就是他已經吐到一個 整個發到不行 然後整個是天旋地轉 然後頭痛到快裂掉 那你到底是為什麼呢 壓力大 還是就是睡眠不足 惡性循環 我不知道耶 我是從小就很會頭痛耶 我剛剛其實剛剛講的 這應該是遺傳性 遺傳性的體質 事實上都會有一個誘發因素 所以譬如說 有些是輸 有些是某一種情境 某一種環境 但我們所謂的用藥 事實上是後續的治療 你應該是避免掉前面那個環境 譬如說我們講蟲劇型頭痛 事實上跟某一些過敏源相關 你如果是枕頭是過敏 你就是躺在那個枕頭 你奇怪為什麼躺著就是會頭痛 那有一些跟那個 譬如說去游泳池 那個綠的味道有沒有 很多蟲劇型頭痛 事實上是 對於綠的那個刺激 它就誘發它 那你該輪數不夠啊 對 就是你應該是避免 要像一個小偵探一樣 把那個你會造成的 我剛剛比較 我當實習師的時候 在手術房太熱 太冷 然後出去又太熱 也會誘發那個頭痛 會會會 那你就必須把這種狀況避免掉 對 溫度差都也是 我覺得這個遺傳真的很有關 後來想的是從我媽開始 後來想我媽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阿嬤也這樣 唉唷 就應該就是一代代遺傳下來 就是頭痛 傳女不傳子是不是 對對對 確實 哈哈哈哈 那如果立即一點 如果真的要吃止痛藥 我是要痛到什麼樣的程度來吃呢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我是腎臟科醫師 我看過太多悲劇了 頭痛一痛十幾年二十年 就止痛藥一直吃 吃了腎臟就壞掉 就來洗腎 然後洗完腎之後 我跟他講 我就開始診斷他的頭痛 然後告訴他怎麼怎麼治療 告訴他 他發現他三個月就不痛了 他想說如果十幾年前 他可以照這個方法去治療 他就不用走到洗腎 那我要講說 那止痛藥到底應該 什麼樣的去使用他 我們講說 第一個原則正確選擇 止痛藥其實你們 很多人是頭痛或小痛 不會看醫生自己去 去藥妝店治癒 大概可以買到 大概是這兩類型的 一個最常見的一個 就伊西安芬 就是普拿藤之類的 一個就是那個阿斯匹林 加很多那個什麼百福尼 什麼就這一類 那這一類其實 你說哪一種比較好 其實都還看 這兩個都還算蠻安全的成藥 但是你要看 有些人對這一類的比較好 有些人對那一類 你就可以吃個幾次 可是效果不好 你可以換一個試看看 這是第一個正確選擇 第二個是我們講說 當用則用 我們的目的是不要讓這些 要吃連續吃太久 吃太多 我就覺得台灣人 其實還蠻有健康概念 覺得都對止痛藥很害怕 所以他們吃的話 大概就會覺得說 我盡量忍 像柔安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 頭痛就是腦子裡面的火山爆發 那我們在想說 你如果在輕微頭痛 它剛好冒出一點煙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壓下去 你就避免一次火山爆發了 所以在它輕微疼痛吃的時候 效果可以大概80%有效 有時候你會覺得一個藥沒效 搞不好是你吃錯時間點 比如說你已經到它已經在噴火的時候 你再去壓 做過統計 大概只有30%的藥效 真的 差很多 對 後面整個吃了壓不下來 對 那你看 剛剛柔安已經到嘔吐 那個時候腦壓已經上升了 類似我們有很多腦震盪 為什麼會想要嘔吐 有沒有 這個都事實上 那個都已經是一個大爆發了 那所以我們講說 很多頭痛事實上 都有一些前驅症狀 有些人是會 有些看到一些閃光 有些人聽到聲音 有些人覺得悶悶的 就知道自己快要火山爆發了 那時候就可以吃 那你說這樣吃 會不會就累積太多 第三個原則就當審則審 很多的藥物 比如說高血壓 糖尿病的藥物 千萬不要當省則省 你覺得控制好了 還是要繼續吃 可是這一類的止痛藥 只要你不痛了 是可以試著就停藥 我們原則 到底吃多少 會腎臟會比較負擔 一個月30天 你不要超過8天 再吃止痛藥 如果一個月吃超過8天 當然肝腎的負荷 就會比較大一些 那兩天是幾顆呢 我所謂一天的正常 這當然是不對的 當然一般是止痛藥 那最多是建議大概是4顆 三餐飯後跟睡前 這樣的一個劑量 那如果說再提醒 很多人覺得說沒效 我就再塞第二顆下去 我是建議不要這樣子 當然他 我們覺得一個是要效沒效的時候 你或許 比如說有那些叫做加強錠 就是說我覺得應該是 止痛藥再加另外一個東西 加強錠事實上加的就是咖啡因 咖啡因可以讓血管收縮 那這個你不要說止痛藥 再加另外一種止痛藥 我是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傷心的 所以說咖啡因你可以喝咖啡啊 比如說我可以止痛藥加一點咖啡 這或許也是有效的 或說加普拿藤加強錠 多加一些咖啡 那如果我是很常痛得很厲害的人 我到底要吃加強錠 還是一次吃一顆或一顆半的止痛藥 我們還是建議 如果一般型的普拿藤可以 你就吃一般型的普拿藤就好了 不行的話 如果說我覺得你可以試著看看 可以吃個加強錠看看 但加強錠其實它就是 大概加了65毫克的咖啡因 如果說你譬如你一天三餐加飯後 三餐飯後跟睡前一天吃4顆 你就你想想看你吃了多少咖啡因 65給它乘以4 就等於幾乎超過我們一天的那個 限定的咖啡因的量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如果你要額外 這叫比較難處理的頭痛 可能還是要跟醫師討論一下會比較好 好 素卿有聽過這種頭痛 然後亂吃止痛的藍理嗎 這真的很多 就像那個洪醫師講 他們後來很多都去了洪醫師的診所 就取勝了 但是我要提醒一個東西就是 比較特別的是 之前有一個頭痛的專門的醫生 他受到一個患者 很年輕只有國中而已 然後他可能因為功課壓力很大 自幼斑或幹嘛 然後一開始就跟他媽 每次做功課就跟他媽說他頭痛 所以媽媽就很直接就是藥房 買鋪什麼給他吃 那一開始吃一顆 覺得不錯就有用 第二天他又有頭痛再吃一顆 後來有一天媽媽發現不對了 我這個兒子奇怪了 他天天頭痛 他這樣每天一顆一顆一顆到兩顆 他已經吃了兩三個月了 他想說功課壓力有這麼大嗎 他覺得這樣真的不對勁 幸好他媽有警覺性 他媽就把他揪去說 那我來找醫生看看 到底有沒有潛在的原因在腦裡面 結果後來醫生就發現說 他一開始的頭痛是真的頭痛 因為他那個時候可能一些壓力幹嘛 就是剛才講的壓力型的頭痛 可是他後來啊 一直要吃的原因是他 其實是只碰到上癮 當他上癮之後不吃會痛 所以他後續每天開始都痛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再是真正他的壓力痛 而是他上癮造成的類似階段的痛 就是說每次就痛 每次就痛 所以他誤以為自己又痛了 所以另外一個要觀察現象就是 如果他沒有特別 他只是偶爾照照理考試這種東西 他的頭痛應該是偶爾偶發嘛 沒有你天天都在這樣 如果你發現他已經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也要懷疑這個原因 你一定要去趕快找頭痛的醫師 或神經內科醫師 了解說他到底是成癮了 還是他真正在痛 這一定要區分開來 否則很多就要去跟洪醫師報到 所以要特別留心 他是真痛還是傷痛 不過我覺得走到最後這一步 也是在很辛苦啦 我看我們用預防的角度 看看有沒有幫助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說通常大家 還有其他很好的選擇 比方說食物 中醫說藥食同源 意思就是說食物跟藥其實一樣 它有所謂四性五味 它有寒熱溫涼嘛 我們就選擇適當的食物 可以改善這個方法 比方說剛剛加強第一個選擇是咖啡 它其實是一種食物 那假設好了 我們血壓不穩 平常有這種高血壓容易引起的頭痛 有一類的醬高血壓藥 它是屬於鈣離子阻斷型的 所以我們多吃含鈣的食物 像菠菜 紅蘿蔔 優格 甚至我們中藥材常常用的山楂 其實可以輔助這樣子的效果 那如果是經常會有這種鼻過敏 常常會鼻塞 而且是鼻子這種眼眶障痛的 鼻塞型的氣虛型 記得緩解鼻塞 用一些有揮發油成分的 就一般常見的蔥薑蒜辣椒這種成分 或是中藥裡面的黃芹紅棗 都是很好的藥材 那如果你是屬於這種容易水腫型的 性能除了剛剛講的B2之外 它還有這個鎂這個成分 像一般的顴骨類或堅果也是有的 還有像這種藝人 赤小豆裡面 有這樣的成分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在水腫的部分得到緩解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頭痛 那有一種女生是屬於 驚起來的時候頭痛 所謂遺傳性荷爾蒙引起的 記得就要多攝取 關於維他命E抗氧化類的成分 所以像芝麻這類的東西 山藥多吃 然後像中藥材的單身 也是這類的藥材 還有一種就是剛剛講的宿醉 宿醉最容易就是 因為電解質不平衡引起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吃一些跟甲有關的 像這種帶皮的馬鈴薯或是香蕉 那像葛花這個藥材 有效緩解 喝酒最引起的頭痛也是不錯 也許OK 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來 接下來第二題 第一個問題是感冒的時候 覺得身體發熱快要發燒的時候 吃什麼可以緩解呢 一是檸檬水加鹽 二是蔥白 三是咖哩 一二三 請選擇 你看 一號有三位 三號只有一位 對 亂 咖哩啊 你們一跟三有搞對齁 你是貪吃嗎 還是 不是啊 肚子餓 不是 其他這些東西都是 預防預防預防的時候有效 但到真的有要發燒的時候 所以你有可能是發炎 那你的溫度升高 是為了要消你的細菌 所以表示裡面是有發炎了 那咖哩裡面有薑黃 薑黃的成分是可以消炎的 唉唷 我覺得我好訓練喔 天啊 你講太好了 真的 你最近什麼啦 你講出來就演 我怎麼一直覺得叫得好順喔 唉唷 那怎麼辦呢 因為另外兩個我想不出有什麼道理 那選一 你沒有講出一個正確邏輯就會輸囉 真的喔 來 皓然 皓然也蠻會講的 檸檬水加鹽 為什麼會選檸檬水呢 你看很多人在感冒的時候 前陣子不是很流行喝那個福茂熱 對 胡茂熱 你就是因為裡面含有豐富的那個維生素C 那檸檬就是有C啊 有C就是可以預防你能夠再惡化下去 聽老師講 聽老師 蔥白沒有人選啊 大家都認為這沒用 誰會 重點是誰會這樣拿蔥白來啃啊 有耶 我常常拿這樣起來吃耶 對啊 煮水可以啊 煮青湯啊 那個山東人他們都是 從小就是吃大蔥的這種蔥白 所以他們的身體 他們說很少會感冒啊 對耶 是不是 真的耶 真的耶 沒有人選 因為吃這個我也常常這樣吃是預防 可是我們現在講已經是發熱發燒的時候 所以 預防的話這個很有用 就算你的體質免疫力比較增強 但當你真的發燒的時候 你還是要消炎 好 來 正確答案 彭醫師 柔安姐都這麼講了 當然答案就是蔥白啦 好厲害喔 所以他還好 蔥白 這個蔥白真的是好東西 千萬不要把它丟掉 中醫古籍最有效的預防這個發燒發熱的方 叫做 就蔥白加蛋豆豉 煮湯就好了 蔥白加什麼 蛋豆豉 就是那種醃漬的那種黑黑的那種 硬食啊 對 你就說硬食啊 對 我的 硬食啊 我好理想一個 每次買得到喔 有沒有蛋豆豉 蛋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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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食啊 硬食啊加蔥白 就很傳統的這種 廚房裡面的退燒的藥方 其實它就是蔥白裡面有蘋果酸 磷酸 糖 它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發汗 那你會說咖哩一樣可以啦 可是咖哩是禁忌 千萬不可以吃 禁忌啊 為什麼 真的假的 因為它是火上加油 如果說身體正有發燒 正在發炎的情況 你其實正在抵抗 然後你在油上面再加火 它會燒得更大 慘了 你會變成真的發燒 天啊 然後你會燒到通到眼窩去 對 可是我的觀念也會是說 裡面如果身體熱的時候 就要把那個熱給逼出來 所以你要用熱的東西 把它的氣給逼出來 所以是 所以散熱是對的 我們是不是要讓毛細孔張開 熱散出來 身體就不會發燒 不會像燜燒鍋這樣嘛 對 這是蔥的效果 蔥可以讓毛細孔張開 那薑是加柴火 它是讓火更旺 讓身體燒得更熱 你會覺得 體溫會降不下來 所以比較少人會這麼做 那咖哩不行的話 辣椒 大蒜這些東西也不行喔 他們就是過油不及 可能微微的辣椒 可能是因為它維他命C的關係 但是你吃辣油或者是辣醬油 會覺得是冒汗耶 鐵定沒有效 冒汗之後一風吹 你馬上就感冒了 本來還沒有 對 那如果薑咧 薑是可以的 其實薑它可以促進發汗 那我們可以直接切薑片 所以其實如果買不到硬杞 又不喜歡那個醬油的味道 我有時候就是會薑黃加蔥白 然後煮水這樣喝 對 那這個檸檬水加鹽是有道理的 因為維他命C 反而就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可是為什麼不選它 就是說對於這種發燒比較沒有效果 而且如果說像感冒初期 我們一般是建議多吃水果 但小心喔 如果說你身體有一些寒症 比方說你會覺得全身發冷 然後流鼻水拉肚子 就是有寒相的時候 反而不可以吃太冷的水果 或者是喝檸檬水 這個時候反而是禁忌了 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 因為我如果是感冒初期 如果沒有到發燒 我都一定是放那個 比如說C泡定 然後再加B一群 那會很有效 真的很有效 對 那會很有效 因為你還沒有感冒 也還沒有發燒 它等於是在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就提升抗氧化的部分 講得好多喔 柔安先生 我真的有這樣子做了 剛內本記錯了 還是看仔細一點 妳對天方比較擅長喔 對 但是感冒發生什麼狀況 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你們才會吃藥 柔安 妳不會又是要撐到最後吧 沒有... 剛那個就講到我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知道要B加C很有用 就是感冒初期的時候 然後B群的話 我不知道 因為要B哪個哪個哪個才有用 就買B群這一塊 就一群嘛 對 一群裡面都有了嘛 然後呢 就買BB一次吃兩顆 再加個B加C的發泡定 哇 BBC就對了 差不多BBBC 平平都是女生 怎麼搭的方法不一樣 妳就是拼命先吃B跟C 浩然就是拼命吃藥 蛤 因為我會先忍個兩三天 因為老人家都會說 不要一不舒服就吃藥 所以媽媽都會說 妳先多喝水 然後妳喝了兩天的水 妳發現妳的病情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這時候就一定要 到第三天一定要吃藥 而且妳吃藥 妳絕對要吃那種 全效的 全效的 加強定 看到那個核子的後面 就是綜合感冒 對 就是從咳嗽 酸痛 哪裡痛 流鼻水 什麼所有的那一種 那種一顆吃下去 我跟妳講 像我兩三天前就不舒服 我吃了一顆之後 哇 好哩哩 瞬間有 這麼好 唉唷 真的 那我剛剛跟妳討一顆來 我前兩天我也不舒服 而且家裡都會買那種藥 然後如果再帶點咳嗽的話 家裡還有咳嗽藥水 對啊 但是不曉得這樣是對還不對 感覺很傷 我剛剛 我舉例一下 就是 我們講感冒 我們感冒吃藥的目的 是什麼 大家想一想 感冒一個是我要讓病程縮短治好這個病 還是我要讓自己舒服一些 如果你的目的是第一個 就是我 我們知道感冒大部分都是一些病毒性感染 現在可以殺病毒的藥真的很少 那些什麼抗生素是殺細菌的 所以你是期望說我吃藥 可以本來感冒個五天變成兩天三天 這個不大可能 這不用想 但是它的確是會讓你的症狀舒緩一些 這叫症狀治療 你喉嚨痛你就吃那些指喉嚨痛的 鼻水就吃鼻水的 但浩然剛剛有講的 反正他買一個大套餐 就是 你可能只是流鼻水而已啊 那我就全部 當然是有效 其實這個 我 當初要出來開業的時候 我就去訪問了幾個名醫 他那些感冒藥超有效的 我歸納出那些超有效的開業術 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 大姐密高 一種就是 就是劑量的確用的最重的 比如說止痛藥 他可以 加一個這個再加一個那個 他去隔壁看了沒有效 他加了那個雙重劑量 反正 我說這樣子不會造成腎臟負擔 他說 才吃三天而已沒關係 那當然 這個人就被定義是有效的醫生 那這樣到底會不會腎臟有效的 可是醫學中心是很嚴謹的 醫學去 你常常說去 感冒去醫學中心看都沒效 因為醫師都是很遭那個 中規中矩那個藥區 那他當然效果就比較不好 那另外有一個名醫 他在內湖也是 非常有名的耳鼻喉科 他事實上他並不是加重劑量 而是努力的去 大家知不知道 像在日本 他們在預防感冒 從外面回來 除了洗手之外 是要漱口 因為我們所謂的 我們這些感冒怎麼進去 從我們的鼻咽 口咽 然後才往下跑 但是如果在那個濃度很濃的時候 你用一些方法把它清乾淨 那那個名醫為什麼 他們會清你的鼻腔 清你的口腔 用得很 他們看一個感冒可能要看很久 要去做這些清理的動作 那我們什麼時候吃藥 吃藥直接在國外感冒 甚至可以不用吃藥的 你只要多喝開水 多休息 你的抵抗力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感冒就會好了 這個才是 那如果說 我們講說什麼時候要吃藥 當然就是那些 你覺得這些症狀實在太煩人了 我明天就是要露營 我明天就是要考試 就一直在流鼻水 我怎麼讀書 我怎麼準備資料 那時候你就吃一點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可以 我們講說 你如果不看醫生 選擇陳藥 比如說有一些鼻炎膠囊 你是針對鼻子症狀 你就選擇那一類的 那咳嗽的 就以咳嗽膠囊這類的為主 我在最後再提醒一個 咳嗽不是一定就要給它止咳 很多的 譬如說我們千萬不要 那個叫掩耳盜鈴 很多時候我們感冒的時候 我們的咳嗽是一個 保護自己的基準 因為要把痰咳出來 你知道痰裡面很多的病毒 還有我們的 但是你如果吃得很強的 那些抑制咳嗽的藥 反而痰都咳不出來 那可不可以 你知道我們很多老人 小朋友在咳嗽 我們希望把它拍拍痰 讓它可以咳掉 那如果這些痰都沒有排出來 好鮮毛再運轉 你把它移下來 那可能會造成它 反而造成肺炎 這反而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綜合感冒藥不好 不要亂吃 是的 綜合感冒藥常常是 包山包海的 給了兩三倍各種各樣 可是你會吃到很多 你本來就不應該吃的藥物這樣子 那這樣會增加我們的 肝腎負荷 是的 其實剛才綜合感冒藥 除了你們會覺得說 可能對身體負擔比較重之外 有時候還容易引發意外 副作用 比如說呢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很適合 吃綜合感冒藥 比如說到了冬天 有一些男生的老齡家 他可能有一些 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就會覺得 你覺得自己好像有點 頭悶悶 鼻子悶悶 好像感冒了 結果一吃 結果這個時候就發現 本來尿不大出來 現在是完全 尿不出來 他整個 甚至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他有時候碰到那個 膀胱已經瘡滿了 他一次幫他導尿 可以導出一千多來都有 他都想說 你再不小心就要脹破了 有些 吃乎一些沒大問題的人 你吃一些綜合感冒藥裡面 他有一些成分 會造成他減尿困難 另外一個醫生是眼科的 他跟我說他每次到冬天 然後有一次有個老太太 也是覺得頭痛痛不舒服 覺得自己應該快感冒了 就課了一顆綜合感冒藥 第二天醒來 奇怪 怎麼 有一隻眼睛伸手不見五指 看不大見 他說怎麼回事 後來一去那邊 發現他眼中風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剛開始的眼痛 覺得有點脹脹什麼 其實他是青光眼的患者 他可能因為天氣冷的變化的原因 造成他有點要發作 可是呢這個時候 他吃的那個綜合感冒藥 裡面可能有一些交感 神經的促進劑還是什麼 造成他那個收縮更嚴重 他就眼中風 所以他血管爆掉 所以他那個時候只能看不見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吃綜合感冒藥 你應該是給醫生看 他覺得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吃的 他就吃那一款 天啊 浩然我看你綜合感冒藥 先給老公吃吃看再說 我那時候想說吃那個是可能 其他還沒發出來的 一起 一起感冒 壓下去 壓下去 他都是抱這樣的想法 不過如果說真的 如果我們真的感冒已經發作出來 我們當然就要小心來應對 那如果說我們事先做一些 預防的動作 保養的動作 彭醫師 有沒有穴到暗暗啊 反正還沒感冒嘛 暗暗到身體就相當好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正確的方法 因為預防勝於治療嘛 那預防的方法我覺得可以依症狀來預防 比方說你本身就是容易鼻固敏鼻塞的患者 那你要預防就是鼻子兩側 這個要保溫 所以我們經常會按壓我們這個法令紋起點的銀香穴 銀香 對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先想辦法在被子一掀開的時候 先把我們的鼻頭這邊搓熱 然後這邊輕輕的按摩到它微微發熱 二十下或三十下 會覺得鼻子鼻清氣爽 而且比較不會感冒 因為銀香穴它是可以鞏固我們的鼻黏膜 黏膜比較穩固的時候 它裡面附著一些病毒或細菌 就不會入侵 比較不會引起感冒症狀 像我兒子比較容易鼻子過敏 他出發出的話 對 應該是教他 像小朋友我都教他 他們其實很乖 然後我會規定他 一天就是按摩三十下 然後晚上會問他 除了銀香穴之外 我還會請他去敲自己的餘劑 因為就是這個大拇指根部 這一塊最肥厚的肉 就跟小朋友講 不管是摩擦或是敲 敲都可以啊 這叫魚稽子 敲完會油醇嗎 敲完會心氣 沒有 還是酸酸的 會酸酸的 對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保養的穴道 也是保養呼吸道嗎 呼吸道 預防感冒一個很重要的穴道 不管是 假設手腳冰冷 你就是搓肉知道 到發熱 你整個手腳都會覺得很溫暖 如果是小朋友就叫他敲打 敲打二三十下之後 每天可以預防你的感冒 在平常像冬天容易感冒的季節 冬天盛產的白蘿蔔 其實是一個很好消炎的一個 很有效的一個食物 白蘿蔔 對 蘿蔔大家都覺得說 比較冷不敢吃 其實白蘿蔔它的一些白介子油 是生吃會有效 一般我們會用白蘿蔔汁 加一點蜂蜜 然後稍微潤喉 可以緩解這種經常會扁桃腺發炎 或是喉嚨紅腫的情況 甚至有人的偏方是加上橄欄 醃的那種橄欄 然後加上這個白蘿蔔汁 然後可以潤喉 有點像那種傳統的那種 潤喉丸的感覺 效果還不錯 生的白蘿蔔 生的白蘿蔔 就用那個來配 或溫熱的開始 對 喝一點 就是當成喉嚨的保養 那很不錯 醃的時候拿一罐來吧 OK OK 500 500 太醫生了 500 好 來緊接著 第三題 就是胃痛 胃痛的時候可以吃什麼 來暫時緩解一下呢 一是胃散 二是止痛藥 三是胃乳 一 一二三 請選擇 一一三三三 哎呦 風水流轉 後來只有你選一 胃散 止痛藥人就沒人選 因為大家可能怕吃都會 對 不敢了 因為我以前胃很不好 胃乳的話我覺得太慢了 胃乳很慢 然後我曾經吃過兩包胃乳了 胃都還是在痛 胃散最快 而且胃散它是屬於中藥嘛 中藥粉一下去 哇 整個涼爽 好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胃散在你親身體驗之下 它是有絕對的效果 最快的 它最快讓你胃不痛 最快 那來 蘑菇 胃乳液 因為我覺得胃乳好像 對 你是口感的問題 比較溫和 對 其實不好喝 它的味道很奇怪 但我覺得它好像是 比較溫和的 那俊燦的話也都會 我本身是覺得它很好吃 它味道很奇怪 沒有 我覺得好好吃 那味道好乖 但是我其實也不會先吃胃乳 我會先吃一些 因為我都 有時候 你比如說要應酬的時候 你就會 就覺得要先保護胃 所以我會吃一些 比如說我晚餐的時候 我會吃一些肥肉啊 或是油脂的東西 對 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胃乳 也是這種比較油脂的東西 它可能會在胃形成一個保護膜 下次不用吃肥肉保護 應酬之前喝一瓢橄欖油就好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那我覺得我也可以試試看 反正我是出於保護胃的心態 OK 好 柔安 來 我知道答案應該是胃乳才對 可是我完全不想喝 因為妳有看過考卷嗎 不是 不是 我有先找到答案 我個人 我個人其實是吃胃散 喔 你吃胃散 我是吃胃散 但是我知道答案應該是胃乳 OK 好 彭醫師到底是哪一個 答案是三 胃乳 胃乳 我直覺是胃乳 我先來解釋一下 當然大家都有概念 餓是不可以的 餓就是那些非類固存的一些消炎藥之類 它都是 這類可以指頭痛 指筋痛 指什麼痛 但是千萬不要來指腸胃到的痛 大家知道吃 止痛藥會傷腸胃 所以胃黏膜那些千萬不要吃止痛藥 所以吃了會怎麼樣 它是抑制一個那個叫前列腺素 那胃黏膜在保護胃黏膜需要一個前列腺素 那你當你抑制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造成那個胃溃疡啊 甚至一些比較嚴重的 會反而傷腸胃 所以止痛藥千萬不要 好 那胃散跟胃乳液 我覺得其實西醫部分 其實大部分都是使用胃乳液 那胃散我感覺比較類似 它是一個含一些碳酸氣 那碳酸鎂之類的一些智酸劑 然後加很多綜合的一些中藥的一些成分 那它可能它就是比較像綜合感冒藥 它效果真的也還蠻不錯的 很多人吃了吃了 就開始打嗝了 然後因為那個是二氧化碳 我鹽酸的 綜合胃酸又涼涼的 就感覺又舒服症狀的環節 沒有薄荷乾燥 對 就類似一個很大的綜合感冒 所以效果 可是當然你知道西醫是比較不喜歡 你會發現西醫都不喜歡那種 綜合在一起的一些東西 我們會比較 是對症下藥 是的沒錯 那大家在胃乳液它的效果 其實當然兩個都有一些副狀 大家不要沒事就亂吃這些腸胃藥 尤其是像胃乳液它有含一些鋁啊 含一些鎂 那如果腎功能不好了 甚至長期吃了 對一些骨頭也都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其實為什麼 我再提一下 大家如果說有陪伴家人 曾經因為腸胃到初學 或未開始去住院的 他們剛開始是不是都要進食 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那一段時間開始恢復了 開始要測試的時候 醫師會給他們吃什麼食物 開始吃就是吃胃乳液跟牛奶 大概交換著吃 胃乳液在一段期間 因為在急性期的時候 胃乳液事實上是一個 還滿不錯可以保護胃黏膜 也滿好消化吸收的一個東西 那我常常強調是 胃乳液或胃散 或是胃乳片 真的是在該吃的時候才吃 比如說很多人說 吃個止痛藥 結果要加 叫醫師加個胃乳片什麼給他 這個是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蘇青有聽過 依賴胃藥吃出問題的案例嗎 有有有 因為美國都用胃乳液 是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這個胃散的厲害 真的嗎 因為胃散就會發現 比較中藥型 它裡面有一些中藥的成分 華人地區才會流行 你知道我們這邊的胃散多著名 後來韓國人來這裡 都會帶胃散回韓國 真的喔 他們發現說真的還滿好用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太愛用 之前呢 胃散出過幾個問題 一個是 其中一個是 只有高中生 然後他是從小就跟著媽媽吃胃散 就是從小就覺得 啊 肚子不好吃胃散 啊 沒鬆快吃胃散 所以他幾乎是 一週幾天都會 只要不舒服就吃胃散 所以他後來發現呢 有一天他也是胃痛 還是一直出現 然後他都用壓著 直到有一天高中高二的時候呢 痛到昏過去被送去醫院 醫生一檢查胃境一看說 媽呀 這是高中二年級學生的胃嗎 他整個胃都是 幾乎都要破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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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沒辦法 他是切掉半個胃 胃已經太嚴重了 然後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有可能他長期吃胃散 就是說你一直綜合胃酸 那可是我們胃酸是有作用的啊 因為我還是要消化對不對 那老是被忠活掉 是不是胃會努力分泌更多 所以他問題根本沒解決 然後他只是把那個症狀拿掉 所以胃還在努力分泌 分泌越多 然後是不是對他刺激越嚴重 所以他小小年紀 胃就破很多洞 所以真的我覺得不要隨便想說 唉唷 覺得吃下去都很鬆開還涼涼的 其實後面可能隱藏很嚴重的病 對 其實中藥還真的蠻有效 可是我真的也不太贊成 這種什麼胃散一起的 因為其實有分成胃上膩啊 胃酸多之類的 我只能一個表格給大家 假設說我們今天是屬於容易脹氣型的 在中醫的陣型就是屬於胃氣容易上膩 這時候我們怎麼降胃氣呢 剛剛講的白蘿蔔其實就可以降氣 生的嗎 生的 生的效果好 熟食也可以 吃人參引起的脹氣眼睛痛或是喉嚨痛 也可以吃白蘿蔔來解人參的這個氣 所以像中藥材其實最常用的是半下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吃藥 蔥管穴 在我們的肚臍跟我們的胸骨的 間凸中間的這個位子 我們經常輕輕的是震動它 或是像小朋友去拍它 效果就很好 可以消解這個脹氣 就會容易打嗝 或者是放屁就可以解這個脹氣 很簡單 如果是因為胃酸多 比方說吃太快 胃濕合降 或是吃到太多酸性的東西 這個時候吃點蓮藕 可以幫助胃酸的排出 那像中藥材 我們一般是用污賊骨 這個是因為它裡面成分 也是有點像碳酸鈣 中和酸的這種感覺 蓮藕粉可以嗎 蓮藕粉也可以 因為它如果真的是蓮藕打成的粉 其實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鈣 這些碳酸的物質 那像內關穴 就是我們常常講 在手心用力凹的時候 有兩條筋出現 所以它在兩筋的中間 三指的位子 我們可以壓這個內關穴 它就可以有效的緩解 因為胃酸過多 兩條筋的中間 有三條筋耶 有三條筋嗎 你是看到血管嗎 兩條吧 兩條 正中央的話應該是 正中央 正中央 血管不要算多好 算成血管也三條筋 對 所以我們在中央這個三指 往橫紋下三指中央的位子 我們按的時候所要放輕鬆 然後手心向上 或是平舉都可以 所以有時候突然覺得胃酸 或是暈車 或者是突然就是 暈到想吐的時候 趕緊按這個 對 所謂食腫穴 內關心胸胃 心臟胸部 腸胃的問題 全部都可以透過這個 內關穴來解決 這個還滿百用的穴道 再來如果是便秘的問題 大部分是腸胃有燥熱 這時候吃點保濕的蘆薈 或是大量的當歸潤腸都滿好的 那肢勾穴的位子 剛好相反在手臂 大概四指的位子 所以我們取的時候 可以手心向下平舉 然後右手向這個皮帶 這樣把它扣上去 剛好就是會抓到肢勾的位子 所以你蹲在馬桶上 你可以這樣子 用力旋轉你的手臂 不要在那邊就是 想各種辦法來 逼自己上廁所 其實便秘的時候 壓一壓 前面的內關 剛好大拇指抵到 後面的肢勾穴 一起按摩到 這樣就可以緩解腸胃的不適了 那如果沒有便秘的時候 這樣轉一轉之後 會不會就有便秘 大家已經覺得有點想上廁所了嗎 不是 有了 那就不要再繼續壓了 我們看最後一個 假設真的拉肚子 皮虛吃點薑糖 老祖母的黑糖薑糖 是在拉肚子的時候 很好的一個食療的方法 如果感冒引起的拉肚子 感冒引起的拉肚子會更有效 真的喔 對 因為薑它本來就是 可以促進發汗 減緩一些感冒的症狀 然後它又可以合胃 所以薑在腸胃不適的人 其實平常就可以多吃 那中藥才會利用這個白頭翁這個 那天書穴也是在我們肚臍兩側 我們一起振動整個肚臍的時候 就可以按摩到相關的穴道了 喔 好 不過呢 如果大家不舒服想要吃藥 但是呢 又不想要傷身體 來 洪醫師 這會有什麼原則把握一下 正確選擇 我在想說哪一種止痛的 你要吃哪一種 這要正確選擇 當用則用 大家也不是說要止痛藥 就完全不能使用 我剛剛不是講那個頭痛 該提早使用就提早使用 當省則省 當該停藥的時候 不再痛的時候 可以停就停掉 我最後提醒大家一點 疼痛通常是身體的一個警訊 大家不要駝鳥心態 這要掩耳盜鈴 不要把那個痛給壓住了 事實上譬如說你常常牙齦在痛 有可能是你免疫力在下降 有可能你是牙周病 那你只是用一個止痛藥 那到最後就會很多的問題 很多盲腸炎 原來不是肚子痛 是盲腸炎 然後你就吃了一堆 把它止痛下去 那結果這到最後變成 腹膜炎 所以這個疼痛是一個警訊 所以我們面對了 身體不舒服的症狀 要把我們堅忍不拔 不屈不撓的精神 暫時的拋開一下 我們有男生能說 有時候找醫生 稍微質詢一下 對你會有好處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